谷歌 不好意思 我不是追蛙子 我是金草一只的球鸭 我是吃饭的 我给你一片点 我给你一片点 来来来来 秋主任 来吃火锅了 来来来来 秋主任 来吃火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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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火锅 吃火锅 来吃火锅 两亿年前 我们是云石楼下来 帮我们这儿炸了个坑坑 把我们炸了一个坑坑 口头飞满了起来 就形成了海 就是传说中的隙海 他们可以孕育到威达的古术文明 这个就是我们的金沙意志 做出了整关之宝 太阳神耀 这边这个像长毛形状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就是长毛 只不过用鱼竹的 鱼竹的屋起来肯定是不能打炸 来 吃菜 吃菜 我高考的时候本来打算是 是报的日文专业的 高考落榜了 调配到那个学校他只有音乐系 比较喜欢玩游戏嘛 又喜欢那个RPG的那种 看不懂就只能瞎着玩 我想他万一能看懂他写了什么故事 他不多好的 那就开始自己学日语了 2007年秋阳大学毕业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拔地而起 在学长的引荐下 秋阳应聘了博物馆的日语讲解员 开馆之前一个多星期 十二天的样子就来到这里 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 金沙博物馆是什么 就像那首诗一样 蝉虫及渔腐 开国和茫然 他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随着讲解场次越来越多 秋阳对金沙文明的理解 也越来越深 打个比方吧 三云堆就是金沙的爹 这个面具一两ĺ不到 他只有46克 太阳神鸟中间 尺是十二道光 到金沙的基本上 所有的比较重要的都是我来讲 比如说日本名字天皇兴的 一个蝉虫 还有亚马哈地区总裁 琴叔的寿影 严谨俊二十五 我给他翻译了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文化输出口 可以表达 我们这里的人 是多么的乐观 那我们的积极相伤 我们处事不经 所以才造就了我们 这个样的一个性格 从最初的茫然失措 到后来的了如指掌 邱阳一通用了九年时间 每一次向参观者 倾囊相受的同时 邱阳在不断地思考 如何向更多人 传递金沙遗址的文化内涵 我想把我们中国 非常悠久的历史 通过比较柔和的方式 输出出去 我们有长城 我们有熊猫 我们有梁祖文明 我们有故宫 还有金沙 这都是中国 我们金沙也有路远 那就想做一幅关于小鹿的一个主题的东西 画之前基本上有一个形象 比如说画鱼 我们可能会想到 宝可梦里面的那个鱼 变成驴翼王的形象 比较萱火 它正在 在空中挣扎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把我画成了类似于 用这条金沙的鱼鸟垫里面的鱼 把它改造成那种鲤鱼的一个形象 一到一百比较容易 但是零到一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的东西 首先你要有那个适当的时机 灵感 还有机缘巧合 2017年 邱阳参与了古埃及法老与神的世界灵展活动 他看中了这个机会 从讲解员转型为文创设计师 开始以金沙文物为原型 创作文创产品 我们这里因为自身的文化氛围太过浓烈了 大家肯定是首先不管怎么样 你灵展在行 首先看太阳神鸟 还是要按照金沙特色的 就给我一个想法 必须要更新我们现在金沙自己的文创产品 毕竟是个灾难 你看大白 刚刚说宝可梦 哆啦A梦 这类的 都是那种圆润 包括熊本熊 恐怕梦 它都是那种圆润的 可爱的 非常容易和人接近的一种形象 最大的历史其实就是照 我做的金沙吉祥物的形象 我们最主要抓住历史的一个特征 铜人性起因 它那中间最大的特点就是游孔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当时历史的一种容器 毕竟是那个文物 到现在有3200多年历史 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 它都见证了这些历史的发展 我想见证一见 它就会显 填充的越多 目前脑洞大开的邱阳和他的团队 已经为金沙设计了数十款文创产品 在他看来 这既是向古代文明发出隔空置意 也是用无声的语言 讲述金沙故事的最好方式 面具你直接放在家里 那个违和性非常的强 它可能就是当时神灵的形象 你放在家里可能不太好 不静 但我们把它做了一种柔软性的处理 把它的一个特点夸张了 放大了 比方我们这个眼镜 文化已经是固有的东西 一个人在一个地区 形成了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习俗 文创的话 侧重于有了这个文化之后 对它进行再次的一种创新 再次的一种解读 为了寻求更多未来合作 邱阳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展会 这个是我们那个 从我们那里挖到的黄金面具 把它改编的一个杯子的形象 从刚刚开始做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更多的把我们以前的 非常精湛的手工与飞机的一些技术 结合起来一起做 你怎么把它做酷 觉得这个东西和我们现在没有距离感 总编个 我想可以通过另外一种 比较显得的方式 把它标打出去 比如我也经常出去参加展会 把它组成文创产品 通过金沙这个平台来进行销售 第一个适用性要有 第二个关上性要有各方面的 总复靠两个 因为经常我都跟他们说的 整整的那个长销 就是最好的包袱 其实每个地区在我们中国来看 它其实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 我们毕竟是文明古国 但怎么把这些资源活化起来用 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 今年世界博物馆日期间 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启了名逛馆模式 在家也能一眼万年 讲解员出身的邱阳再次转变身份 开启了直播带货的生涯 看到我们很多的 比如说皇族的衣服上 金沙发掘的独一无二的文物 金沙遗址博物馆门创的 鬼才设计师邱阳 来听让给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那个油腻的斑马哥 我又回来了 今天老板不在家 你如果达到一定数据 我在家 我们在家 不做了生意 就是大家逐渐对这个地方 粉丝也多了 通过文创 进而了解金沙文化的人 也逐渐增多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通过文创是在了解播放 背面的这幅插发是特别漂亮的 后面其实我用的路 都其实和其他不一样 其实也适用了很多种色彩 你可以看到很多种颜色 其实也是从我们金沙文物中 那个提取的元素 因为小时候我看过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动画片 它叫做鱼盆 回想起小时候 那种情况就把这个作品划了出来 这次不要含蓄了 下单吧 好 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福利吗 因为老板被我昨天喝麻了 还有一个优惠 以前我们是非常本位的一种思考 我的文化很厉害 所以你要买文创 我说不不我们写这边 可以从荒谓的思考来这个方面 那也希望在以后的时间 更多的来给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 来讲解背后的这些设计里面 已经有我们文物的故事 好 下次全调味了 从日语解说员到文创设计师 再到直播带货员 邱阳始终在探索 用贴合时代的语境 讲述着金沙的故事 我现在大概35岁 离退休我们这一代应该是65岁 还有30年 我想用30年时间 应该能做好一个故事 讲故事就明确一个东西 你是从哪里来的 勿忘出行 方得始终 我可以表达成为一种桥梁 通过这么长的一个时光的沉淀 感受到我们的桥上的风光 怎么落到你的心里 通过这次旅行 你会觉得我不需止心